哈喽大家好,我是Iki 今天这支视频呢,我又来跟你们聊一下关于包包 我记得十个月之前我有出过一个类似主题的视频啊 那个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时间段我手头上拥有的几只包包 那么经过十个月的时间呢,我又购入了差不多六款的包包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六款包 哪一些是比较适合工作上班的,哪一些是适合出门逛街的 还有一些热门的包包,到底该不该购买,值不值得入手呢 那如果你对今天的视频感兴趣的话呢,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那在开始介绍今天的包包之前呢,首先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些包包呢,基本上都是找代购购买的 那有很多小伙伴之前会问过我说找的代购是谁 其实呢,我不是特别方便跟大家说我找的代购的名字啊 因为我其实没有办法说100%保证 他帮我购买到这些包包一定是正品啊 但是因为我自己是属于购买了,我就选择相信的 所以呢,我自己是对这些包包觉得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很怕就是推荐给别人 然后别人买到假货,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好啊 所以呢,大家可以找自己新的货的代购购买 在这边呢,我就不做任何的推荐了 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款包包呢,就是这个 珊娜尔他们家的CEF 我买的size是Jumbo size的 这款包我真的对,它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我很早之前就把它作为我的dream bag了 因为新西兰呢,是没有香奈尔的装柜的 而且这个Jumbo size好像其实比较难买啊 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代购有发说有货了的时候 我就第一时间入手了 那这款包包我买的价格差不多是4万人民币 早几年之前,它这个价格是绝对没有那么高的 你们也知道香奈尔的价格是每年都在涨的嘛 那在这边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你们对香奈尔包包比较感兴趣的话呢 就要趁早入手,不然的话这个价格只会涨,不会跌的 我买的这个呢,是黑银的配色 大家应该知道,我买这种包通常都是比较喜欢买黑银的配色 虽然我也知道黑金是相对来说更加经典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黑银的配色比较适合我 这样的配色也比较不容易挑场合 我觉得黑金的配色很好看 但是我就觉得看上去比较成熟一些 除非它的那个金链子做成磨砂复古的 那我会比较喜欢,我一会儿也会介绍的 对,像这种比较经典款的呢 我个人就还是喜欢黑银的这种配色啊 我买的这个包包的皮质呢,它是荔枝皮的 如果是买羊皮的话呢 对我来说就要花更多的心思去照顾它 我这个人比较没有这个心思啊 所以我比较偏向于买这种耐磨型的皮质 很多人会很好奇啊 因为这个包包比较流行的size应该是中号 对,中号呢,相对来说更经典一些 使用的人也会更多一些 但是呢,我从第一眼看到这个jumbo size的时候呢 我就决定我一定要买这个jumbo size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体积很大 我觉得像这个包型 我自己个人觉得大一点的话 会看上去更霸气一些 也比较好搭配 因为像秋冬天比较多的是穿那种长款的大衣 背它的话呢,就不会觉得说 哎,你这个包好像很小 那我的身高是1米67 那背它的话就正正好好 不会觉得说这个包看上去特别大 它这个包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双链条的 你也可以把它拉成单链条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啊 我只能是这样子背着它 因为呢,这款包如果你要是单链的话 斜跨着背 它非常的长 像我1米67的身高 你如果斜跨着背 它绝对是要到你屁股下面一点点了 所以看上去特别不和谐 那我觉得这种单肩背着呢 也特别好看 非常有细致啊 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打开呢,它里面是double flap 我记得它之前是有出single flap的 但是现在好像single flap平产了 所以卖的都是这种double flap 但是我个人本身是更喜欢这种double flap 因为它会显得整个包看上去更有形 更挺一些 对,但是呢,它也有自己的缺点啊 因为这种double flap它会相对来说 让你的包的空间比较小 你就没有办法说塞得很满 因为它可能会扣不上 那里面的构造呢,就很简单 前面是这样子一个小隔层 然后当中是一个竹口袋 里面还有一些垃圾什么的 这个竹口袋的里面呢 有两个侧的口红袋 平时我就会放一些口红啊,唇膏什么的 对,然后后面呢 也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袋子 我现在里面放了一个 这种口气清新的薄荷糖 它真的非常能装 它可以放长款的钱袋 放手机 然后放什么化妆品啊 什么都没有问题啊 如果你个子比较小的话 差不多1米6左右的话 我不是很建议买这个Jumbo Size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1米65以上 或者是1米7以上的话 这个Size真的非常的很细致啊 因为它是黑银的这样子配色 我觉得搭配起来就比较的方便 不像黑青那么有局限性 你平时穿大衣或者是穿休闲的衣服 搭配它都没有问题 参加晚念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是一款非常实用 然后非常百搭的包包 我个人是很喜欢这款包包 我觉得这款包包也非常值得入手啊 第二款包呢 就是这个目前非常火的 香奈儿的这个流浪包 我买的是一个拼接皮 最火的时候 我是一直没有买的 当时我一直在朋友圈里 看到代购发这个图 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想说 哇香奈儿怎么出这么丑的包 看图片 真的觉得这个包特别的难看 就特别的 怎么说没有气质 但是你知道吗 因为代购刷的越来越多 包括很多人购买之后 发那些上身图什么的 我竟然觉得它越来越好看了 然后呢 我就问我的那个代购 有没有货啊 当时我是想买那个全黑的 单一皮的那一款 但是代购跟我说 那款没有货了 那个时候呢 刚刚有这一款 拼接皮的 那我就二话不说的 把它给买下了 我这个包买的是 三万人民币 其实买的是贵了的 对 但是拿到手之后呢 我觉得它特别的好看 这款包真的是属于 越看越耐看型的 它的这个链子呢 是有两种颜色的 一个是金色的 一条是这种 有点点做旧的银色 大家可以看清楚吗 对 这样子的两条链条呢 就也很方便 像我这种选择困难症 不需要去选择 到底是要买金色的 还是要买银色的 那么这款包呢 我买的是小号吧 应该是小号 对 当初呢 我有考虑过买中号 但是我有看十倍的照片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小号呢 相对来说 看上去更精致一些 这款包包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实用 非常百搭的包 比较适合日常 你穿个汉衫 穿个牛仔裤 背它 就真的特别有气质 包括你可以穿大衣 背它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这个皮 是拼接的皮嘛 所以我个人感觉 就是颜色看上去 不会特别的沉闷 下面是有那种 亮亮的感觉 会更活泼一些 这个拉链扣呢 是做成做旧了的金色 看上去相当的复古啊 把它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小口袋 它的一边呢 是有拉链的 这个侧拉带啊 另外一边呢 是有像这种 放口红的袋子 你们可能看的 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它是全黑的 那这款包呢 你不要看它是小 但是其实容量是挺大的 你放一个小的卡夹 包括放一些钥匙啊 还有口红粉饼啊 包括一些女生 需要用的餐巾纸 什么的 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上面是比较软的嘛 所以即使你东西 塞的比较多的话 它也是完全没有压力 可以完全拉上 也不会觉得很鼓啊 什么的 那么这款包呢 网上有很多种背法 差不多可能有七八种背法 但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像这样子 背一个Y字形的背法 我觉得是看上去 最休闲 最好看的 无论是上班呢 还是出门逛街 都非常的实用 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一款包 那既然在说香奈儿的包 我就把香奈儿的包 一起说了吧 第三个呢 给你们看的呢 是这一款 这一款应该是叫 风情包吧 因为它侧面这样子 像一个风情一样 这款包呢 我买的是一个酒红色的 它应该是一个羊皮的皮质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款羊皮 跟他们经典的那些羊皮 好像不太一样 它没有那么容易的磨损啊 你看它本来就是做的那种 有点点做旧一样的羊皮 对 即使你要是滑了它什么的 也会看上去比较复古 那么这款包 我最喜欢它的就是配色 它是这样子一个装红色 配有这种做旧的金属链条 它这个链条就是不像香奈儿的 经典的那种链条 它是有一点点这种磨旧了的感觉 看上去会更加的复古一些 这个包包你别看它小 但是它其实挺能装的 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看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分有一二三个隔层 一些卡夹化妆品什么的 是毫无压力的 而且呢 它这个下面是可以这样撑开来的 就是你东西放多一点的话 它会这样子膨胀起来 其实也挺好看的 那么这个包呢 有两种背法 一个呢就是我喜欢这样子提着 把它作为一个小小的手包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个人是喜欢把它这样子侧背 你们可以看到它侧背的话呢 会比较的短 基本上是卡在胸下面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特别的俏皮可爱 我不喜欢侧背的包 就是特别长 这样子会显得你的比例不好 那像这样子的包 它直接卡在胸以下的这个位置呢 还能显得你的腿比较长 要适合逛街了 对随便放几张卡 放几只补妆的口红和粉柄什么的 非常非常的方便 当然啦 我平时上班也会背它 因为我上班是不会有 不会要带太多东西的 也不会说要带电脑什么的 所以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包 是绝对可以满足得了我的 而且我觉得这款包非常适合 秋冬天背 你看我平时喜欢穿这种 黑色的衣服 毛衣啊 大衣什么的 颜色比较暗 配一个这样子砖红色的包包呢 会让你的整体呢 比较有气质 而且呢 我冬天也是比较喜欢图像 现在这种砖红色的口红 包括一些姨妈色啊 跟这个包包也是比较搭配的 后面呢 也是有这样子一个小口袋 平时可以放一些交通卡啊 一些小小的东西在这边 那接下来的这款包呢 跟刚刚那个风情包 感觉比较类似 就是这一款 其实这一款 我是真的不知道 它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是在网上找了图片 看到有人背 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去问代购 代购找了好久 才帮我找到的 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它后面是这个样子的 对 它是一个黑色羊皮的包包 那它这个链条呢 跟刚刚那个风情包 是很类似的 都是做成了这种 复古做旧的 金铜色的那种感觉的链条 这款包呢 非常的复古 特别适合冬天 我个人觉得这款包 是上身要比实物要好看的 特别的有味道 它的容量 虽然看上去不小 但是其实 它没有刚刚的 这款风情包能装 它前面是有一个 这样的口袋的 那里面呢 就是 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口袋 我好像每一只包里 都会放几只口红 那么后面呢 还有一个口袋 上面是有一个 这种做吸铁石设计的 里面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 这样一个口袋啊 怎么说呢 这款包 我个人觉得 它没有到特别的实用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放一些 口红啊 放一些钱包 还有一些 方方称称的东西 在里面的话 它会变得很古 扣子就会扣不上 但是总体来说呢 这款包 我个人也是挺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 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啊 特别的复古 那这款包 我喜欢背法呢 也是像这样子侧背 那它相对来说 就比刚刚那个 风情包要长一些 接下来 我跟大家说的 一款包呢 是我最近上班 每一天都在背的 就是来自 Celine的这个 笑脸包 其实这个包啊 我一开始 真的没有特别的喜欢 去年年底的时候 才买的 其实它活了 已经非常多时间了 差不多四年左右 总的有了吧 一开始我看到 这个包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设计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包 要长了一张笑脸 就是很尴尬 但是 我有一次看到 我朋友拿了这款包 我觉得哇 这款包 虽然体积很小 但是它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能装 这款包呢 你别看它 其貌不扬 但是呢 它非常非常的好搭配啊 你无论穿着什么 你拿它都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它 特别适合上班 因为这款包 完全的不高调 非常低调 这款包呢 我买的是这个荔枝皮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容量有多大 你看里面还有我好多 就是前两天上班 装了一些东西 我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它可以装多少东西 首先呢 我里面是放了一个 这种发卷卷 我每天在办公室 都会卷的这个发卷 然后呢 就是有一瓶香水 然后呢 放了一块CPB的粉饼 还有一个 Mac的这个 Fix Plus的一个喷雾 还有就是好多支口红啊 这边一大把乱七八糟的口红 这边有一个我放口红的一个收纳包 包括还有薄荷糖 另外另外一支口红 就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收剧啊 还有一些单剧什么的 你们看 这个包有多能装 非常非常大 这个包比Chanel Jumbo还要能装 非常的实用 这款包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不太喜欢把它斜跨在身上 这个链条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长的 它跟Chanel的Jumbo一样 基本上如果斜跨它的话呢 基本上都会到我的屁股以下了 我个人觉得就是不是很好看 所以这款包呢 我通常也是会这样子手提着 对它本身的重量也非常的轻 不像Jumbo它自身的重量比较重 如果我那天想不起来背什么包的话 我都会拿上它 不管你穿任何颜色的衣服 你拿它 都不会有违和感 最后一个要跟你们分享呢 也是来自Celine的这一款box 我买的是酒红色的 看着也是非常的复古 这款包我也是很后知后觉啊 它红了也有很长时间 之前我记得两年前的时候 我朋友跟我说他想买这款包 我当时还觉得说 哎这款包有什么好看的方方正正 一点设计感都没有 那年初的时候把他拿到手之后呢 我就觉得 这款包确实活有活的道理啊 它呢是一个羊皮的材质 非常的不好打理 那么这款包我喜欢它的一点呢 就是它也是很能装 这边有两个主口袋 那么在第一个主口袋前面呢 有两个放口红的暗格 这个包真的很能装啊 平时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上班或者是上学 或者是逛街需要的东西 都能够很好的放在里面 那这一款包呢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它的这个肩带 那这个肩带它是可以调节的 一般来说呢 我是比较喜欢调节到 稍微短一点的 像现在的话 它是调的比较长 那正好就是到我腰这边 调的短一点的话呢 它可以也是卡在我的胸下面 一点点的位置 那我个人觉得 稍微短一点的话 也显得比较可爱一些 那这款包包呢 就是也非常的好搭配啊 穿大衣 穿毛衣什么的都很好看 无论你是穿高跟鞋啊 还是穿牛仔裤 或者是lover什么的 这款包都是很好搭配的 我今天刚才说到的 这六款包呢 都是我最近新购入 并且很喜欢 每一天都在背的 这样的一些包包 如果这些包当中 只能买一款包 最实用的话呢 我个人觉得 你还是可以去买 Celine的这一个 这个包相对来说 价格没有特别高 但是非常实用 上飞机啊 出去旅游背它 都没有问题 以上分享的 都是我自己的一些 经验和体会啊 我也不是专业的买手 有输错的地方呢 也请大家见谅 那如果你对这些包 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 我会查一些资料 然后回复给你们的 希望你们喜欢 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